投入社会做公益 新北市一家知名的饭店业者 特别在6月份是推出了美味料理 另外对于结婚的准薪人 该如何布置活动会场 业者将开办筹办婚礼公益讲堂 从现在开始到6月28号 开放保明 炎热夏天消费者怎么吃才划算 为在新北市一家知名的饭店业者 从今年6月份开始 推出各式各样的美味料理 希望能够满足你的味蕾 我们在夏季的时候 也推出了我们所谓的啤酒马一松一 还有夏韭菜的马一松一的特别活动 那在7月1号开始呢 我们出我们全新的蔬果业的料理 那利用台湾水果王国的一个域名呢 然后推出我们不同的水果来录菜 业者表示 全新料理的口味及营运方式呈现 民众用餐的人数可自由搭配喜好的口味 欢迎顾客前来尝鲜 此外业者真的很贴心 对结婚的准薪人不用再苦恼 该如何布置活动会场 因为这项筹办婚礼公益讲堂活动 其任务就交由业者邦尼设计规划 主要是来为肯纳自闭政绩金会 来办的婚礼讲座 讲座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会教新人 如何透过他们的故事 来策划出一场主题式的婚礼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有邀请到我们协会 非常知名的花艺总监 来教大家怎么样手做DIY的捧花 那整个的讲座的报名呢 我们都是请准薪人 可以准备10张发票 捐赠给肯纳自闭政绩金会 就可以免费参加 业者秉持着投入社会做公益的理念 即日起到6月28号开放报名 未婚男女只要凭着10张发票 即可免费报名参加 发票将捐赠给财团法人 台湾肯纳自闭政绩金会 作为公益使用 欢迎届时结范前往共襄盛举 记者黄又贤 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